故事开始之前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,把旁边小铃铛打开,就可以收到我们视频的更新咯。 第125集,城市生存之夜。 派出所里的安静气氛被打破了,实在是他扛着陈祖安的造型太别致,民警同志沉默了半天,你先把他放下来。 吕树把陈祖安给放在地上。 陈祖安心想,完了完了完了,怎么跑到警察局来了,这怕不是坏了规矩。 你刚才说啥来着,有一百多人要追着揍你,人在哪? 民警同志一身正气。 他起身到门口瞅了一眼,大街上空无一人,然后回头看向吕树,没人啊,小同学,玩笑可不能乱开。 吕树无语这百号人躲得还真快啊。 吕树乐呵呵笑道,哈哈,警察叔叔,我们开玩笑呢,您忙,真的太不好意思。 民警同志狐疑地看了吕树一眼,真没事。 没事没事,吕树乐呵呵地就趁着对方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拉着小胖子出去了。 结果刚出门,好智超等人都从各个建筑后面的阴影里走出来了,多大的国仇家恨啊,我不就在地铁口拍了几块石头? 吕树早把前天晚上搜人家私房钱的事情给忘了。 说实话,现在就是老兵和新兵担子之间的战争,这战争向来都是以老兵胜利为结局,没道理让吕树开了这个仙盒啊。 吕树他们吓得一哆嗦,又跑回派出所了,民警同志见吕树又冲了回来,还有啥事? 吕树回头瞅了一眼外面,得,那群货又躲起来了。 陈左安开口道,吕树,咱这事还是不要牵扯到别的系统比较好。 你说的是没错,咱现在就算想扯,也扯不上啊,那群货太会躲了。 民警同志总觉得有点不对劲,你身份证拿给我看看。 吕树他们猛了,他们的东西早就上缴了,包括身份证。 民警同志走过来,你俩身份证呢? 吕树沉吟了片刻,是啊,我身份证呢? 你这问谁呢? 民警同志当时脸就黑了,来自王志的负面情绪值,加199。 吕树和陈左安俩人面面相去,忽然一脸神经质的扛起小胖子就往外冲去,向我开炮,向我开炮,祖国为我骄傲。 吕树一鼓作气地冲了出去,好志超,他们本来想出来赌,结果民警同志也跟了出来,搞得他们又藏了回去,眼睁睁地看着吕树跑远。 好志超一阵牙疼,这特么的,臭不要脸。 来自好志超的负面情绪值,加599。 跑了好一阵子,吕树他们才把警察同志甩开,逃出厄运的陈左安一脸惊魂未定,树兄,今天没有你,我可就完了。 以后,我就把自己托付给你了,你可千万。 大半夜的别说这么瘆人的话行不。 咱们现在有700多块钱,暂时生计是绝对不成问题的。 我觉得赚钱的事情可以暂且放一放了,必须要和那群想要抢钱的人抗争。 陈左安不解地问道,怎么抗争? 吕树一脸兴奋说道,你知道天罗帝王总部在哪部? 陈左安咽了口唾沫,知道是知道,其实这不算啥秘密,灭天罗那人你又不是不知道。 他巴布的所有境外势力都去针对他,然后他把人家一锅端了。 但是,我总觉得还是不告诉你比较好。 说不说? 这个真不能说,我觉得我要告诉你了,估计咱俩剩下这11天,就等着天天被聂庭追杀吧。 陈左安也不傻,摆明乐吕树就是想去打击报复呢,这要是双方真闹个不死不休的局面。 先玩独自的很有可能是自己而不是吕树。 城市生存第四天夜里,揍他,跑啊。 城市生存第五天夜里,揍他,跑啊。 郝志超他们每个夜晚都出动逮捕吕树他们。 城市生存第六天夜里,揍他,跑啊。 吕树和陈左安这都已经三天没睡觉了。 现在是生死存亡的关头,已经制动,已经不可能了,我们必须先发制人,战场上瞬息万变,我们要。 陈左安在吕树旁边顶着俩黑眼圈,想干啥你就说,不用说得这么洋气。 你告诉我,天罗地网的总部在哪? 来到灵精胡同这边,聂亭坐在控制台后面关注着每一块小小的屏幕,石学进笑道,怎么样,追三天了,他们还能坚持住吗? 三天三夜不睡觉,我从来没想过要让这小子服软,他不是那种人,我只是好奇他会用什么方式反击,会不会最后忍不住了把所有的底牌都给亮出来。 聂亭平静地说道,石学进看着屏幕里的吕树,他们好奇道,他们现在干嘛呢? 这几天,他们东躲西藏的,但总是会被找到,估计已经放弃躲藏这个念头了。 今天,俩人压根就没有躲,而是安安静静蹲在一个灯光篮球场上面,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,聂亭摇摇头。 然而就在此时,聂亭忽然愣住了,这是要干啥? 篮球场上热闹非凡,一群大妈在篮球场上跳着广场舞,还放着刺激的音乐。 吕树露出了搞事的表情,今晚能不能睡个好觉,在此一举,你确定这群大妈跟学生抢篮球场? 陈祖安点点头,确定,就俩星期前的事还上新闻了,大妈们还把学生给打伤了呢? 那就没什么心理负担了,说吧就让陈祖安行动。 只见陈祖安往吕树身后一排,帝网的标志出现在吕树身后, 原来,他们是打算假扮帝网人员去搞事了。 吕树忽然把腿加速,大妈们此刻还愉快地跳着舞,只见他冲到跳舞大妈旁边抱着大妈的音箱就开始狂奔,所有大妈都猛逼了,半天都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。 有人抢音箱?小兔崽子,肯定又是那群打篮球的学生,不能饶了他们。 大妈们愤怒了,这特么哪来的损货啊,竟然把音箱给抱走了。 吕树露出搞事的微笑,抱着大妈的音箱往前方跑去。 若不是那一天,星光照亮的世界,天本顶裂之前,有你在身边。 过去的